四天王天居山伴府 就是山的伴当中 山的伴妖 南瞻部州等四大州 在海之四方 黄念老是个修科学的 我们看看他的解释 这个挂符里头都是念老 用现代科学为我们解释 太阳绕虚米 过去有人认为虚米山在地球上 显然误会 这个误会的人 古人 古人住经里面的这个误会就很大 认为什么呢 喜马拉雅山就是虚米山 我们中国 在虚米山的东方 东升神州 南方南瞻部州 中国是属于南瞻部州 那背方是背居炉州 背居炉州是经上讲的 寿命是一千岁 人很有佛报 那喜马拉雅山北面 就是西藏 新疆 新疆 人没那么长寿 不相符合 这是我们把意思测毁了 念老再次地给我们解释 虚米 那焦太阳更大之天体 银河系 那虚米就是银河的中心 那明年 明年 银河中心 跟太阳地球 排成一条直线 这种机会 大概要五万年才遇到一次 明年我们碰到了 南瞻部州 就是地球 至于所谓水 只流体 实在讲就是气流 太空当中的气流 海是气流汇集之处 就是太空 不是世间所说的海水 这个解释就很好了 那佛经上讲的大海是太空 太空 太空不是真空 太空有气流 这个气流就像海水 弥漫在太空当中 太空当中 未经许过